千万不要按蓝色 不要按蓝色 我要来按蓝色按钮了 不能了 妈妈连走前说 不能按蓝色按钮 还没等我来的机会 王后妈妈就被吴伯伯带走了 难道一下这个蓝色按钮 就会被带走 那我要按 大宝不能了 什么有你想的这么简单 这个按钮机 是我和妈妈三天前捡到的 可是自从捡到它以后 就发生了好多奇怪的事 王后妈妈 我看这个按钮机多好看呀 我就把它摆在家里吧 妈呀这是怎么了 白雪快到妈妈这里来 一龙卷吧 妈妈家里的东西都被捡起来了 是谁是谁在走快 快出来 终于停止了 妈妈快把这个按钮机摇了 这些东西肯定都是她带来的 好我去摇 怎么摆不起来了 什么 白雪你叫我干嘛 我没叫你啊 可是你明明给我打了电话 说让我来找你啊 我有吗 白雪姐姐给你 这是你要的一百份作业 我什么时候要一百份作业了 熊妹你是不是记错了 没有啊 是你昨天说的 我昨天 哎呀你怎么不记得了 你昨天在学校让我给你 找一百份作业给你送来 奇怪 熊妹我真的不记得你们说的了 就是这样 这些奇怪的事情都是在我剪刀按钮机开始的 所以我认定这些事肯定都是因为按钮机 那这么说我还是不按了吧 我害怕 白雪姐姐王后妈妈怎么就被拉走了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但是妈妈好像知道了点什么 然后莫名其妙的 后面就出现把王后妈妈拉走了 妈妈妈这个多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 马卡巴卡米卡瓦卡 马卡巴卡米卡瓦卡 妈妈你在念叨什么呢 你不睡我睡了 马卡巴卡米卡瓦卡 妈妈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一晚上没睡觉吧 王后你快走 起来不要爱蓝色 不要爱蓝色 就是这样 妈妈昨天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让我不要爱蓝色 不要爱蓝色 可是越说我越想按 白雪 快按蓝色按钮 快按蓝色按钮 不能不能 按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 快来不及了 快按哪 王后妈妈 你怎么回来了 哎呀 这个是扰乱机 是不好的 这个机器不能聊 看我的黑暗魔法 这是怎么回事啊黑暗魔 扰乱机会扰乱你们的生活 你们之前经历的一切 都是被他扰乱的 快不对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扰乱了 颈奔和龙卷风 还扰乱了我的记忆 还有我 我也是被他扰乱了 我根本不想拉走王后 蓝色按钮就是他的关机键 可惜你们没人按呢 不是的 是妈妈说千万不能按蓝色按钮的 那是扰乱机扰乱我的记忆 让我这么说的 看来王后也被扰乱了 你们放心 我已经把他破坏掉了 以后不会再有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谢谢你黑暗魔王 小朋友们 长安大拇指按钮给赞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